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部最新出炉的报告书其实就指出我们仔细看看从军力对照表你发现了在兵力的部分了虽然说解放军现在有40.8万人那么国军大概是14万人驱逐舰他们也是将近是我们的六倍之多战斗机也是比较多了但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包含了像是地理位置还有登陆的窄具以及后勤的能力不足都还没有具备可以全面犯台的正规作战能力 所以从这些军事肌肉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比较强但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加上我们台湾不孤单台湾之外还有美国包含像是美国在这边他们美军驻日韩的关岛兵力的总人数就有所谓的数千人 那么在韩国的病例人数也有两万六千多人日本也有四万六千多人 那当中比较指标的军备包含就是有F-16战机爱国者飞弹还有F-15在日本这边只是有雷根号的航空母舰了 所以其实你就看得出来了就算这个共军真的想要做一些什么 但是台湾不孤单旁边还有好多好多的盟友站在我们这一边 同时最新美国也解密了在1982年当时雷根总统时代的两则电报 仔细看一看这电报有什么含义呢 其实当中以前就说到了对于台湾的关系台美要非常的友好 因为当中这电报就讲到了他说如果这个区域不安全的时候 台湾人感到紧张的时候美国会增加什么增加对台军售 同时也再度重申就像川普最近提到了对台的六项保证 当中这个六项保证的细节就包含了一定会在我们后面支援台湾制衡北京的野心 那么虽然我们不要小看敌人可是其实看得出来了 台湾也真的不要来看清自己只是最近共军的动作真的很多 尤其最近这个捷克团来到台湾 那么并且是以高规格国跟国的方式来进行交流 所以现在中国更不满了 今天连两天都用共机扰台来示威 最近最近甚至距离我们高雄只有七十海里 我国空军广播要求共机驱离 三十号当天就在捷克团抵台前中国可以选在同时间点派出军机绕台 共机更是距离捷克专机只有八十公里 就在捷克团来访第二天共机依旧不甘示弱继续绕台示威 早上八点多左右中国出动慢速电子侦察机可以开启雷达 让基因显示在民用雷达上不只越过台海中线还在西边上空飞行 当时距离高雄仅仅只有七十海里 当时我放一架P3C反潜机沿途尾随监控 而美军神盾舰也刚好穿越台海与我国进行联合情节 选在捷克团来访再度挑戏 全是因为台节交流以国对国模式让中国难以忍受 他要让其他的周边的国家或者是国际社会认为 台湾海峡慢慢变成中共的内海 变成它地盘的宣示 主权的宣示 区域的宣示 共激眼红摇台早不是第一次 这个月十号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 中国如法炮制出动歼10歼11跨越台海中线 最后被我国空军侦察逼强势驱离 随着台海局势紧张 中国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颇文强调美军有三架军机 飞经台湾周围上空 其中一架三一白洋侦察机疑似从台湾起飞 但过去中国就有造假的不良记录 故意放话 无非在捷克团访台时刻意制造恐慌 三六学校一致马日文台北报道 中国在外交上面的做法就是 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台湾了 包含在一些国际认可的组织 就是像最基本的联合国 或者说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都想尽办法不让台湾参加 因为在中国眼中台湾就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这回捷克议长带团来 并且是以国跟国相对等的方式来对待 中国就很不开心 生气气了 你看最近又说什么 王毅就直接说了 他说这个捷克的议长韦德琪访台 一定会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了 又在这边呛瞎 那么针对这个捷克外交部长 他就也回应了 他说王毅讲这些话莫名其妙 根本是已经超越尺度了 他说我捷克是一个国家 我有自己的一中政策 又不是你说的 算我心中自己知道 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说他们保留有跟台湾的合作权利 还说了这是捷克的自家室 中国管那么多干嘛 甚至还召见了中国驻捷克大使 但是说到捷克你还记得吗 之前发生一个很离奇的案件了 捷克跟台湾一直很友好 那么之前有一个捷克的前议长 他想要来台湾参观的时候 还没有来 就已经收到了一个威胁的信函了 甚至他也离奇的就是离开人世了 所以他的家人就说了 有人在威胁他非常恐怖 甚至还有影像拍到就是说 中国驻捷克大使找他去谈话聊一聊 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其实已经引发一些国际的关注 认为说中国不断想要来干涉 跟台湾友好的国家 但是最近捷克的智库就讲了 他们说反正现在中国看起来 就是非常非常流氓 我们也不在乎了 因为我们就是要跟台湾友好 我们要一起来守护我们的自由跟民主 那么这个解析中国研究员就讲 他说其实捷克智库来召见中国大使 就是很明显跟他讲说 要来反对中共的流氓行径 甚至又有人讲 他说北京其实也不需要介入捷克的一方政策 同时也有说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为了内销 他们只是要来展现共产党 就是要维护自己中国的利益了 说到维护中国利益 其实最近王毅也蛮忙的 他最近在干嘛 好像疫情比较趋缓之后 他去世界各地来跟大家拜会 因为现在西方势力先前是反装的浪潮 所以他现在进行的是拜访欧洲的行程 在法国王毅获得了马克宏的亲自接见 虽然说马克宏很有礼貌来接见 但事实上法国媒体却非常的不赏脸 因为他认为说 这回的中国外交是失败的 以为他们走到哪 都有人权团体的抗议如影随形 而国之间还要都在关注的 就是11月3号之后 到底谁会是美国白宫的新主人呢 川普会离任吗 还是拜登有机会进到新的白宫来做主呢 民调数字其实还蛮诡异的 以前你会发现了 因为拜登打了牌 大家都觉得说他打的是很正确的牌 当然首先他就直接先炮轰川普 不断地针对疫情这件事情来攻击他了 他就说因为疫情关系 把我们美国搞得乱七八糟 经济也乱七八糟 然后二来是因为他想要大家破除 过去拜登有种族歧视这件事情 还有川普呢 你知道他之前这个 在整个美国先起的种族浪潮争议 所以他选了一个副手 这个副手呢是非裔 也是西班牙裔 这个女生贺锦丽说 种族歧视从小就在她的生活当中长大 所以她要站出来 她要当美国的副总统 改变大家对这样种族歧视的想法 大家认为是对拜登加分的 但是最近看起来呢 种族牌啊 还有这个疫情牌 经济牌似乎也不太见效了 从最新民调数字显示了 我们仔细看看了 蓝色这一边呢 就是拜登所属的民主党 那么红色这边是川普所属的共和党了 那你会发现蛮诡异的 本来这边都很长很长 因为甚至拜登之前 还赢到两个百分点之上 但现在呢 包含有六个摇摆州 那关键的明尼苏达州 佛罗里达州 还有新罕部下州 现在很明显都是川普的胜率 比较高一些些了 那么拜登看起来都是四成左右 但川普看起来都接近快要拿下五成的 这种票面上的数字了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德国之声 是一个媒体 他说川普绝对可能连任 那从下面这个时间轴来看得出来了 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死亡交叉 怎么样做死亡交叉呢 这个叫做信心指数 这个信心指数呢 还蛮奇特的 这条是川普的线 那拜登本来声势很低迷 那拜登最近声势很高 那之前最高差最多 你看差距这么大 结果到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 很明显靠近他们又要交叉了 当时在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拜登大幅超越川普的声浪 当时赢了将近有两个百分点 百分之十六左右 而最近他们差距竟然只有到了百分之四 如果再下来往这样子走呢 川普往上走 很明显川普就会逆转胜了 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说 还有一个什么指标 发现川普赢的几率也蛮高的 有个指数叫做义乌指数 那先给你一个概念好了 世界上所有九成你看到的 手上的东西 就是做出来的这种成品 任何消费性的物质都是Made in China 包含了什么 包含选举拿的旗帜 选举当中的一些用品 那都是来自中国的浙江义乌 他说这个地方呢他就专门印这个大量的 这个竞选的宣传品的这个城市了 那他说2016年当时就预测川普会当选 因为他收到非常大量的竞选产品订单 那么现在呢市场人士也收到说呢 哎呦还是川普会赢啦 因为市场看好川普连任 从他们收到的订单表示 好像还是川普的胜率比较高了 那最近为什么拜登的声势下滑呢 大家先说了 虽然说他在民主党的全代会呢 他其实做的比较正确的 他是用视讯会议在空无一人的场所来开讲 不像川普还是要把一千多人聚在一起 完全无视肺炎疫情 但是因为拜登有个问题 他还太是像传统的政客 他太像传统的政治人物了 大家认为他的谈话太空泛 找不到一个核心的这个着力点 他就是讲得很高空 虽然说川普也讲得很高空 但川普讲得高空会吸引你想要去看 因为他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嘛 那毕竟他现在还是总统 他讲得高空 他一拍板还是做得到 他现在就是总统 但是拜登讲的话 很多人觉得说太空泛 二来就是有点太落落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川普不断地打这个抗中牌 那么拜登还是没有办法讲出说呢 他会帮我们来对抗中国大陆 他也不会帮每个人对抗中国 他对中国的表现太落落了 甚至有人说呢 他可能不会来参加辩论 所以根据这些点呢 大家开始认为说拜登的声势下滑了 而最近很多人看好说 拜登的副手也就是贺锦丽了 还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有可能真的成为美国出现女总统吗 川普不这么认为 最新川普呢 他在这个造势场合上面 直接就把炮口对准这个贺锦丽 说他根本很不受欢迎啊 还说呢 如果以后真的有机会诞生美国第一个女总统 一定就是我女儿 伊凡卡 Harris How about her She a beauty What a beauty 狂人出口 称赞对手 They pick a woman Who starts off She starts off sort of strong She's one of the favorites Within a period of a few months She goes down Down Then she goes I'm going to leave Because I've decided that I want to leave I want to leave She left because she wouldn't have gotten any vote She was terrible 果然只是埋伏比 美国总统大选斗数九个礼拜 川普眼见ABC民调 还有八个百分点的差距 开始扣舞台魅力出乱拳 打口水战 You know I want to see the first woman president also But I don't want to see a woman president get into that position the way she do it and she's not confident They're all saying we want Ivanka Yeah 共和党全在会唱 伊凡卡才把爸爸捧上天 没想到过没几天 换老爸说女儿才是总统模范 父女俩感情好得不得了 但这些看在川普姐姐眼里 可不是这么一回事 Erik's become the moron publicly Ivanka gets She's all about her Yeah she's a mini donald She's a mini donald But yet he's we started with her He always has been She's always been his favor 被写清形容得如此不堪 只能说川普家的爱恨情仇 实在复杂 但相较于川普对前世情人疼爱有加 Mr. President Wh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decades that America has seen this level of violence It's you who have created the hate in the division 波特兰市的社长 导认为川普在制造仇恨 当地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后 现在美国舆论把矛头指向川普 带起种族主义引发蝴蝶效应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 选票接下来就代表着爱恨情仇 三立新闻等我报道